你好 我是芊芊 嘿 我芊芊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是美食所以芊芊 今天這個開場 就知道我們今天 一定是一個韓國的美食吧 今天來到我們很久沒有拍的 想買球怕受傷害的系列 但是這一次的受傷害呢 不會受傷害 因為就是我本人呢 已經先吃過了 覺得這個實在是太好吃了 所以一定要推薦給大家 今天要來開箱好適度的這個 這個叫做BB GO 然後它是冷凍韓式泡菜起司炒飯 裡面有六包 相信大家應該知道BB GO吧 如果你就是長期有在看韓眾的話 就是你只要看韓眾 裡面有料理的時候 即時包的時候呢 會出現這個品牌 然後裡面打開呢 對 算是一個偏陽春的部分 就是一個盒子上面寫著 KIMUCHI 안녕하세요 它打開其實樣子有點偏空虛 所以我那時候買它的時候 我在那邊開它的時候 我想說這看起來實在是有點無聊 但很明顯看得到它 這上面其實是有起司的對不對 不吧 不是PC喔 是起司 CHSS 1S 它這個一盒裡面有六包 它的處理 它的調理方式是用微波調理的 然後你也可以用油鍋調理 我們先用兩包來微波它 來試試看它的味道 走 微波起來 微波 微波 哇 它其實包就很多了捏 盤子直接炸開 OK 然後微波它 完成了 微波就是這樣子 這是微波兩份的份量 你可以看一下它其實你看這裡 這裡有 這是甜椒 兩個 就是甜椒 然後 它其實沒有什麼調味料 可是你仔細看喔 拉起來 它 你有看到它的起司嗎 先來吃一口 它入口的時候呢 其實都是那個甜椒的味道 然後接著就是韓式辣醬的那個味道 然後就有點辣辣香香的在你嘴巴裡面散開 不過我覺得比較可惜的點 就是它沒有什麼泡菜的香味 再來的話 它米飯吃起來是偏軟的 但我覺得很神奇的點是 它吃起來雖然說偏軟 可是又沒有到爛 大家應該知道 就微波時就那種軟跟爛之間 可是又沒有到很爛 然後跟起司的香氣 其實我個人真的是滿喜歡這個 你看這個 我那時候買它的時候我就覺得 天啊 這味道 唉唷 有吃到泡菜的味道了 你看這裡 那泡菜的碎片 喔對耶 是洋蔥 它就是韓式辣醬的味道 但我跟大家說它其實算辣 而且它的辣是在你喉頭的那種刺刺的辣感 不是在你口腔也不是就是吞下去的 那種在胃裡面遮遮的辣 苦感 說不出的剛需 說不超乾淨的 待會兒我這樣沾的時候自己覺得 不好意思啊 最後一口 然後接下來你們一定想說 剩下的這四包我會怎麼處理呢 對 我就會 我 我就會 我就會用這種方式來處理它 看就知道我要幹嘛了吧 沒有錯 剛剛是用微鍋的方式 它還有另外一個方式可以用油鍋煎 所以我們現在呢要來煎湯 要炒起來 好興奮喔… Kimotie Fried Rice Fry去哪裡呢 就是Friday 加油 你知道我怎麼會用紫蘇油嗎 因為我前陣子就買了利特的那個料理酥 我中文跟韓文的都有 然後呢 它裡面料理酥有一個片段它是用紫蘇油 我就想說它都這麼說了 我一定要買跟它食譜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找的紫蘇油找超強 油熱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倒下去了 好 應該是差不多了吧 有很… 有 還沒有熱 好像應該再熱一點 我都沒有適用 不確定這油的熱的溫度差不多怎麼樣 來囉 好 稍微把它攤開一下 你看它裡面的起司有多大塊 Mazurilla起司 所以它才會微波完之後它的起司會彈熄 所以我看到它起司已經在彈熄了 它其實很快就熟了 先吃一口看看 它其實炒的跟微波出來的口感 沒有太大的差異 微波出來的時候會比較乾一點點 可是起司彈熄會比較明顯 然後用煎的我目前吃 我覺得稍微濕氣再重一點 可能要再煎一下 只是單純的這樣子加熱它 是不是覺得很… 起司的味道好香 這樣加熱完之後呢 是不是不把話講完 這樣加熱完之後呢 它還在加熱的過程中 是不是以為這樣就要開始吃了 當然不是 雖然說它裡面有加起司 但是呢 我們今天要有一個Super無敵好吃的方式 那當然就是再給它加上起司上去 我們讓它起司加上起司 變成泡菜燉飯起司 起司才是最主要的主餐 來囉 我們來加一些起司下去囉 加一些些 讓它變成超級無敵最餓的料理 很明顯現在就變成一個非常浮誇的起司料理了 接下來我們就趕快把蓋子給它蓋上去 讓它稍微燜一下下 關火 下面的那個飯就會用這個熱度就會有鍋巴 然後上面的起司就會融化 這時候就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忍住 雖然說我現在很想開蓋吃它 但不行 忍住 快… 大家再數個10秒 20秒 30秒好了 1秒鐘… 3秒鐘 再跟它一下20秒 差不多快了 開蓋囉 哇 哇 這個… 哇 這個… 但等一下喔 大家先冷靜 我們絕對擺盤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通常我們吃韓式的時候一定要再加上那個海苔 所以我們中間還是要淋上一些海苔 但由於我沒有買片狀 所以我剛剛不是把這海苔捏碎 等一下 我們來再撒上一些擺盤 喔 這擺盤相當的臭 怎麼這麼大一塊 好 醬子 完成 哇 你有看到這個起司嗎 等一下 我們先來…吃一口看看 我們先來拉一下 哇 這個 哇 而且你有看 鍋巴 有看到鍋巴嗎 這裡有鍋巴 這一塊 然後這個就繞上去 外面是鍋巴 裡面是滿滿的起司 給它這樣包起來 再放上一片海苔 它那個脆脆的鍋巴咬下去 就微微的烤… 再配上滿滿起司的味道 喔 這真的是 哇 你看這個 哇 好燙喔 太棒了 好燙喔 如果你自己煮也想要加那麼多起司的話 前面呢你其實可以連洋蔥一起下去炒 那吃起來的起司味道就不會濃郁到 真的很炸開 只是因為我就是喜歡這種 超熱量堆疊的感覺 我覺得很棒 它這一塊是起司 很像起司餅乾的那種感覺 自以為可以轉起來你知道嗎 因為我前陣子去台南吃喝牛肉湯 然後台南當地的人就跟我說 那個牛肉啊 你要怎麼確認它是不是溫體牛 就整個盤子 然後這樣倒扣 然後它不會掉下來 那就是溫體牛 所以我剛剛就想說 你來轉一下它 就是靈感是從這兒來的 我煮放這種東西真的很有趣耶 就像我前陣子的生活頻道 不是拍養殖甘露嗎 那在外面再喝再吃的時候 就覺得應該很難 結果自己做的時候就發現很簡單 我最近唯一滑鐵爐的料理 應該就只有生出那一大果凍 真的是滑鐵爐 而且它上面還有海材 看起來多棒 看起來真的是讚 這吃完明天一定會腫成豬頭 最後一口 吃完了 這個想買卻又怕受傷害汁 汁 我看一下喔 冷凍韓式泡菜起司炒飯 我覺得它整體的味道還不錯 然後入口的時候那個甜椒的味道 然後韓式辣醬的味道 跟起司的味道都很香 但我覺得它唯一的缺點 就是因為它其實是偏油的 所以它一份255克 其實你吃到一半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膩的感覺 但你如果是日常要吃啊 我還是建議多炒個高麗菜 或是洋蔥下去 我覺得比較會有結膩 結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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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膩的感覺 然後它是屬於我會回購的品項 但是就是單包是71.5塊 所以我覺得就取決於大家喜不喜歡 然後我會比較推薦給就是喜歡吃重口味的人 因為它的味道真的是 完全沒有在跟你清淡的 然後如果大家有什麼推薦好事多 也是類似的料理 你如果覺得算冷門 可是呢你自己很愛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推薦給我 趕快把你的口袋名單告訴我 你這樣子不推薦 人家如果下架了怎麼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 你好 你好 我是芊芊 안녕 안녕那個 關起來還怕都卡卡的聲音 有點像長不長準 Bye Bye